首先啊 他脚后跟是死的 如果有人偷发后场 他启动不了 第二 他这个手 其实打球 很多人问过我 以前问 为什么我们 你看我是右手 为什么我要练左手 左手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人一定是需要这样的 那为什么打球要这样 这个手 那可以不坦了 省点力气 对不对 但是人是需要平衡的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手呢 我倒不是说 你一定要举得很高 可以这样 有些人也是这样 也这样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习惯 那尽量保持一个平衡 如果你这样的一站姿 站姿的话 其实如果发你后场 首先你一发 你首先要抬起来 再蹬 没有人是站死了蹬的 所以你看看 专业的选手的这种 就算亨德拉 他不是那种积极的人 但他也有点微微的颠 而不是完全站死 对吧 导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